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咱们一块儿看屏幕 这句话说 第一个多号之前 黄颜色的当然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具 如果我们偶尔看到了那些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 那么glimpse在第一段的讲过 它本身就可以当动词叫 不经意的一眼瞥见了 那么it is unwise to try to utter it 这其实是进一步把上一句话 句末的意思表输得更清晰 我们非要试图把它说出来 这是很不明智的 这个it是行事主语 后面这个to try to utter it 动词不定是真正主语 然后这是个否定句 nor可引出并列的否定句 咱们以前说过 但nor后面要不分道装 这是should的形态动词前提了 我们也不应该试图 给那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 去赋予任何的意义 我们说了invest搭配 词乎中讲过 如果跟with搭配 是invest a with b 把b赋予给 在这里面 先加的是with significance 那显然是少宾语了 宾语在哪呢 宾语后置了 宾语就是that 注意不是连词了 是代词 那个 后面再加黄颜色的 位置引导的定义 从去修饰这个那个 哪个呢 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个东西 去赋予任何的意义 invest a with b 这个b比较短 就一个significance a呢很长 一个代词后面加个 一个定义从句 所以把invest a with b 改成了invest with b a改变语序 为句实平衡 避免头中矫情 另外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 这个地方前面用的 unutterable 里面有utter 你后面再用try to utter it 还不如用try to say it 你这个utter 跟utterable里面utter 有同根词 这个重复的嫌疑吗 这个地方是故意 选用同根的字 来增强一下对比的效果 有同学您的讲课 两头颅 为什么呢 你不一样的话 你说替换 一样的话 你说故意一样 那我写文章 我怎么知道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呢 这个不是能读 你体会一下 前面这个形容词 里面自根是utter 什么叫unutterable呢 不能utter出来的东西 你偏要把它utter出来 这不是很不明智吗 你这个里面 要换成say it 这个效果就出不来了 这自根告 你不能utter 你偏要utter出来 很不明智 所以换与不换之间 很微妙的感觉 有的时候不换更好 我们再看一下例子 看下一句话 beauty in terms of our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如果从人类的意义 这个角度 来解释美的话 那么美就没有意义了 你非要把它弄成meaning来 meaning就没了 是不是用同根词更好呢 你要换了别的词 反而都不好了 再比如说 we only help those who really need help 故意用同一个词了 我们只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你需要help 那么我才help你 用同一个词效果好吧 你换 we only help those who really need assistance 你需要assist 我help你干嘛呢 需要help 给你help 刚好用同一个词 动词名词同行 效果很好 同根词也一样 三册的第46 和自己动手去做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the mower firmly refused to mow so I decided to dismantle it 这个割草机固执地拒绝割草 所以我决定把它拆开 mower是割草机 mower是割草 那么你刚才还不如换成cut呢 你mower里面已经有一个mower了 用同根词不重了吗 换成别的词都不好了 为什么你叫mower呢 因为你能够mower草嘛 才关键你叫mower 你叫个mower 你不去mower草去 你枉为mower一场啊 看到吗 不换往往效果更好 这是为什么本文中还用utter 后面这个 nor should be 这个做个小复语就好了 nor引出并列的否定句 本身就可以引导并列句 那么它后面用部分道桩 咱们再复习复习在第二课中 见过的十一页第七行 十一页第七行 Spiders are not insects as many people think nor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上代了nor are spiders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这跟前面并列 你们前面否定句吗 nor are spiders或者 are they 被省略了 还是盗壮 也不要试图给那个无法理解的事物赋予意义 我们说过了 正常语序是invest a with b 但你要按正常语序写 你发现头重矫情了 就是invest that 在这等语重句 which we cannot grasp with significance 前面太长 或者太短了 改变语序变成invite with significance 把这一大堆放到了后面去了 这是为了去世平衡 避免头重矫情 这是老知识了 好 最后一句话 beauty in terms of our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从人的意义这个角度的美 美就没有意义了 美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这个里面有一个词 in terms of 但有的时候会变成in that terms 两个意思都行 第一个是从某个角度 第二个是用某个方式方法 这个都可以讲得通 我们在不同句子里可侧重于不同的含义 如果不是角度就是方式 你比如说 think of it in terms of an investor 从投资者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 对吧 the decision was disastrous in political terms 从政治角度来看 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 这是从什么什么角度 那么但这个呢 你看 the figures are shown in terms of a percentage 这些数字是以百分比的 这个方式来表现出来的 它是以什么什么方式 用百分比这个方式 咱们再看三册二十七贺 不买也不卖里面 Though it may be possible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in terms of money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尽管用金钱这个方式 来衡量物质商品的价值 这是可能的 这不能说从金钱角度来 用金钱这个方式来衡量 这方式壮余 但是要去评估一下 人们给我们做的服务的 现在真正价值是极其困难的 这个in terms of表示 用什么什么方式 所以从什么角度 用什么方式都可以 非要用人的这个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产生煤 煤就没有意义了 这是整个文章的中心思想 我们再看看书后面 附的这幅画 这是一个15世纪 意大利的画家 菲律普李皮的代表作 圣母玛利亚和孩子 你看这幅画 我们看就是美的 确实我们第一感觉就是美 但是怎么个美怎么描述呢 比如说柳月梅姓何眼 婴的小口一点点 那看的是树叶子 是烂姓胡 是一樱头 怎么个美法 还是没描述出来 那看到了什么 又说我看到了圣洁 看到了静谜 什么serenity holiness 我问你有多圣洁 有多静谜 你给我描述出来 你发现问到最后 没有办法说了 不用说了 我们静静地欣赏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说了 Beauty in terms of our human meanings is meaningless 二十四课美 本身也是一个优美的文章 从措辞到利益 都值得咱们好好去借鉴 那么这个二十四课 邓老师就学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我希望你第一次 做一个别的文章 词 词 词